好,我现在来考论的是余弦定律 在做这个题目之前的话呢 我们先考虑一个三角形 ABC 然后我们把它的边 对应的边都列出来 那么我们要做余弦定律的话呢 怎么做呢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 我们先做一个高 高做出来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讨论的是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么我们的话呢利用我们的投影 B在这个A这一段的投影的话呢 是BcosA 那这边就是BsinA 我们做出来之后 我们来想一想 底下AB的长叫做C 那么这一段的话就是C减掉BcosA 这样做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三角形 来我们来看看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根据我们的B式定理 告诉我们说 斜边的长度是等于这个长度 加这个长度 那么我们来计算一下 A平方 是等于什么呢 这个长 这个的平方 是所谓的B平方 Side平方 A 再加上 加上什么呢 底下这个的平方 底下的话呢 就是C减掉BcosA 刮弧的平方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知道这样的平方 我们就来做一些整理 来我们看一下 整理的结果是 这个地方是B平方 Side平方A 再加上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展开来 A减B的平方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来写一下 是这个的平方 减掉 2B C CosA 再加上 后面的整个的平方 那就是B平方 CosA的平方 A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列一下 这个 这个 可以把它合并起来 就变成了B平方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等于 B平方 加上 C平方 减掉2B C CosA的 于是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的 余弦定律 优优独播剧色录以上 并托晓 driving方